吴尼娜 吴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带您来关心地震的灾情状况 4月3号早上7点58分 花莲发生规模7点2强烈的地震 瞬间摇醒了所有的花莲人 同时也陆续传出了许多灾情 那么花莲市与吉安乡都有多栋大楼倾斜倒塌 那么副总统赖清德 内政部长林又昌 也都赶到现场 而花莲铁公路交通也是完全的中断 交通部也挤动了应变的机制 那么东华大学理工学院还传出了大火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白天的状况 地震强袭苏花公路 虫的路段大面积土石摊坊 吓得目击民众惊声尖叫 从空中鸟看 苏花公路重德段以南 不仅多处路基崩落 好几个隧道都发生坍塌事故 尤其是苏花公路161公里清水隧道附近 严重落实 当场砸中两辆大火车 货车驾驶一死一伤 救难人员到场火速撬开车门 将幸存的驾驶送一急救 里面情况就是一个卡车司机 然后被压死 然后现在路就是落实蛮多的 就是要靠着那个下巴去清 他现在就是要清一条路 然后把那些的车 困在里面的车子先给他出来 惠德隧道那边 整个落实摊下来 那边有游客 我们有一位领长在那边工作扫地 那他说当场就看到落实砸死了 砸到那台轿车 是租赁车 那车上的乘客就死亡 工程车辆陆续赶到强通公路 疏散受困民众 苏花公路大摊坊 当场就造成一对 在小追路步道 修理编波的夫妻 被落实砸死 人和矿区也有一名外勤人员死亡 强政无情带走了许多宝贵生命 被救出受伤的民众分别送往 宜兰及花莲地区医院 为了确保行车安全 苏花公路全线封闭 台铁也因为落实砸断铁轨 苏澳到花莲区间暂停行驶 目前往返花莲苏澳民众 暂时只能改游海运通行 眼看清明江志交通局正设法 尽速抢通部分铁公路 苏运旅客 记者中文报道 路面剧烈上下晃动 这可不是画面兴奋到模糊 而是地牛大翻身 一阵红光过后 大楼崩塌伴随尘土飞扬 众人又赶紧退到路边 有多远闪多远 楼上住户更是吓坏 金粉未定 到目前内心觉得很恐恐很紧张 事实上也看到房子倒 自己也很伤心也很痛 红色屋檐压垮整排机车 白色大楼严重倾斜铁窗扭曲变形 就连冷气也都掉了下来 30年老屋主心跟着家园破碎 3号一早7点58分 黄连近海发生瑞士规模7点2 强烈地震 全台超有感 位在北冰街上的五层楼 名宅瞬间歪了一边 触户连滚带爬 自行从二楼破窗脱困 白色名宅一楼梁柱断裂地 曾走餐店瞬间被消失 原本高挂的招牌跟地面近距离接触 昔日带给客人温饱的店面 只剩下断圆残壁 然后我老婆就是 后面那个把瓦斯关掉 火源关掉 然后才出来 然后老婆出来大概3秒后房子就到 回忆3秒定生死 金钱瞬间满是截后余生的庆幸 楼上住户在地震当下 则是人和手机都被甩飞 索性无人受困受伤 另一边这处在吉安乡 山海关大楼的居民 却来不及带着毛小孩逃生 可怜猫咪只能先困在围楼 等特搜人员养金触瑞再搜救 上海关底曾发生简历墙破裂 大楼外墙军裂随时都有可能倒塌 高山呼喊确认彼此安危 3号花林外海规模7.2极浅层地震 重创制洞在训任路上的十层红四大楼 中午11点半多 小房署特搜人员挺进天王兴大楼救援 内部情形曝光 砖墙严重毁损 钢筋水泥外漏 大门扭曲变形 部分区域只剩下微弱光线 特搜人员开启探照灯 为住户指引逃生路线 楼梯间充满大量最快 阿嬷拄着拐杖走得客难 由于大楼严重倾斜45度 特搜人员在里头也扶着墙面寸步难行 虽然救援难度大增 但目前已经救出22人 只剩下一名失联的7只7楼住户 还要持续搜寻当中 绳索固定后下方救难人员 拖拉着山游的遗体 一步步慢慢往上攀爬 救难人员搜酒同时 还得实时注意 因为各地余震不断 一个闪失就怕再有意外发生 3号上午 华联东部海域发生大地震 华联秀林乡德卡伦步道 300公尺处 船出有4人遭到落石杂重 根据了解当时7名旅客到步道爬山践行 却中途遭遇强症 其中何姓女子 苏姓女子 陈姓女子 以及图姓男子都遭到落石击中 两名女子因为头部破裂 脏气外露 当场没有生命迹象 陈姓女子则是头部骨折 送医后仍宣告不治 至于图姓男子 轻伤送医 经过搜救 已经将死者搬下山 伤者送往医院急救 其余人士则撤到游客中心 一场强症 带走三条人命家属难以接受 借综合报道 东华大学理工一馆 突然冒出浓浓黑烟 直窜天际 建筑物的屋顶不断冒出火光 学生纷纷围观 警销人员紧急到场灌酒 活饰在两个小时后 总算控制住 就是存放大量的进水性物资 所以我们消防同仁 不敢冒然涉水 里面是没有人 第一时间将所有的湿 全部全面撤离 大地震后 许多地方都传出灾情 尤其花莲最惨烈 太夸张了 民众直呼太夸张 花莲市区立池饭店 屋顶下起小雨 就像水龙头一样 水不断流 墙壁也出现长长的裂缝 地上全都是碎掉的砖头 其实经过被泼了一身湿 出不了解没有人受伤 而镜头转到室内 小男童在家 下一秒突然转身 拔腿狂奔 投入妈妈的怀抱 过没多久 周遭的家具 开始剧烈的晃动 柜子也滑走 物品掉落一地 地震这一刻 度秒如年 车辆行精 苏花改 但车开着开着 前方看过去 确实越来越晃 对向车道 自小客车 速度也越来越慢 甚至还有车 直接在路中间停下来 试图避难 至于明天就是 清明年假第一天 游客和返乡民众 比平常还要多 也因为台铁停驶 滞留火车站 地上全是破碎的 骨灰坛 骨灰洒出来 全都混在一起 这是吉安乡 慈云山的纳谷塔 遭到强阵震落 现场一片混乱 至于山海关 大楼外墙全数军裂 山海关底层发生 简历墙破裂 随时有坍塌的可能 消防队员紧急到场 疏散受困的住户 好在80多户的住户 及时疏散完毕 记者组合报道 大楼红砖外墙 出现严重军裂 此砖也跟着掉落 这里是挂连吉安乡 中山路上的 山海关大楼 强阵过后 成了围楼 山海关 它100多间的防护基金 是围楼贴了红单 所以我们现在现行 把所有的住户 都安置到两个地方去 大楼周边 已经拉起封锁线 里头住户 全数撤离进行安置 人华国小体育馆 也安置了31位民众 花连吉安乡长游淑珍 也前往关心 证实无家可归的长者 类似住宅摊 他也发生在 花连北冰街的 四层楼建筑 建屋倾斜一楼消失 早餐店只剩下招牌可见 现在好像是安置在 中华国小 因为很多地方都可以安置 也有一个换店 说可以提供的居住 这是最后一个出来 我出来那上面一转头 已经都没了 夫妻两斤早餐店 一场地震化为乌有 暂时起身在国小 花连市中和街的富裔 精华社区 同样也是受到地震影响 砖瓦掉满地 楼梯间水泥块 几乎全部剥落 红砖水泥外漏 湖外招牌也掉落 屋款看起来相当危险 却有部分住户不愿接受安置 不想离开家园 建筑物已经受到破坏 但未来该何去何从 恐怕都是面临难题 记者综合报道 走进店内饼干泡面散落 一地绿色柜体四肢解体 冰箱内的饮料一罐罐 躺在地上 店内景象一片狼藉 贴在木仪背上 简单写下今天暂时停业 身为观光景点的花莲 台泥园区进驻的超商摊贩 廉价前一天被迫休息 整顿店内狼藉 叫来应应清明廉价的货 瞬间蒸发 业者苦不堪言 这观光区对我们廉价都很多了 因为我们要清明酒 我们进很多水啊 不只损失财产 行经台泥观光园区的道路 处处可见大大小小的落石 散落一地 员工想回家 不仅台铁中断 经过隧道更是危机重重 时不时看向山坡支援 旅客撤离行动的公车司机 随时都在闪避巨大落石 一过山洞就看到被滞留的旅客 警方赶紧驱使撤离 哇 哦 看起来就很想做那只身体 绕好 来到雅尼观光园区的旅客 旅游美好心情全毁 一心只想逃离花莲地震带 就怕下一秒变这样 小客车只见车顶凹陷 内部车桩全部裸露在外 原先立体的右侧车门 秒变扁平废铁 被大落石压回的车辆下场 惨不忍睹 但还有的民众还坚持不避难 灾难的部分啊 财产先放着 先放一边了 大概约40米 享手珠困在隧道里的宝贝爱车 但命只有一条 提早出游的民众碰上强震 如今心理纠结 进退两难 观光园地也成为了受灾户 但好在没有伤亡消息 要民众尽速避难 记者中文报道